比如說我第一個 我希望能夠做出一個效果就是 這個兩種方法 一個是 一般的函數 一個是用BBA做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的下拉清單叫 2016好了 然後 也許是 4月 4月份的話呢 那我 只要給他一個 年 跟他一個月 那我就可以自動把 這個月的 月曆給跑出來 而且呢 要完全Match 要完全是正確的結果 完全正確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有跑嗎 這個是VBA的 就是最後做出來好了假設這樣子 要能夠完全Match 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右下角這邊 剛好第1天 一定是禮拜 所以你1號一定要放這邊 然後呢 這個月總共4月 4月總共有30天 所以最後的話呢 也只會顯示30天 後面的東西就不能顯示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如果說我今天用那個 如果說我今天用 不用VBA有沒有辦法做到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VBA有沒有辦法做到 OK 兩個方法 所以第1個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要做到這個 萬年曆的話 那該怎麼做 但是第1個我們要先 解決幾個問題 第1個 下拉清單 清單在這裡 我要把它放進去 一般的做法是 這樣 習慣上是 把這兩個東西 撿下來 然後搬到哪邊呢 新 開一個什麼呢 獨立的那個工作 也許是放在其他地方 因為放在旁邊有點怪怪的 把它貼上 貼到A2 上面的話呢 叫年 隔壁這個 叫月好了 年 這個是月 OK 然後呢 再把這個範圍 裡面 把它建一個公式 從選舉範圍 建立 頂端列 把它建一個名稱嘛 這個也是把它建一個名稱 也是一樣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打勾 按確定 這個前面都有做過了 那再來的話呢 直接在這邊做個下拉清 那還記得吧 先有個名稱的嘛 等一下的話呢 切到哪裡呢 資料裡面喔 有沒有 資料驗證 我要把它變成什麼 清單 哪一元在哪裡呢 F3 就是年 按確定 這個時候下拉 有沒有看到 出來了年 月的話呢 一樣的方法 也是一樣資料驗證 然後呢 清單 F3 找個月 按確定 月就出來了 喔 不過我建議各位啦 如果我說像月這種東西 他一年有 12個月一定不會改變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寫實的 你就不要寫 不用再去抓清單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清單 我覺得有點多餘 假設說你 資料來源 永遠不會變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打 這樣 就固定的 1 1 斗點 1234567 類似像這樣子 如果說你以後來源的資料 永遠不會變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按確定 然後向下 拉 這樣也可以 OK 兩個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的話呢 比較適合就是說 幾乎不會變的 好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已經有一個年了 比如說我今天 2016 4月份了 對不對 那我希望能夠顯示出我應該顯示的東西 該怎麼做呢 像剛剛那樣子 如果用那個 函數的方式來做 第一個你可能要思考幾個問題 請你把表格做出來 還記得吧 這個 他等於什麼 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哪一個呢 Column 有沒有 按確定 再確定 向右 向下 不對吧 第一列對 可是第二列不對 那第二列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加上什麼 7的倍數 7的倍數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他現在的列有關係 他現在在第幾列呢 在第3列 所以 一律把 他在的那個列數 減掉 再乘上7 所以 他那個列就不會加7 就0倍 下面一列就加7 1倍 2倍 應該還記得吧 所以做法上面的話 你可以 就是把它套公式了 刮弧 Raw 然後呢 減掉3 記得先減 再乘上7 OK打勾 向右 向下 表格就做出來 這個應該之前做過了 等於是複習一下 可是呢 這個還不是我們要的答案 我們要的答案是 1不應該在這裡 1應該在哪裡呢 應該在 他 禮拜幾的位置 也許禮拜五 那我就應該放在禮拜五的位置 第二個問題是 一個月幾天 如果是30天 那31號以後的不應該出現 所以旁邊有幾個問題 這個月的起始日 就是這個月的第一天 應該是哪一天呢 然後呢 第6個問題 第3個問題 第4個問題 總共會有 4個問題 完成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 把我們需要顯示的 顯示出來 把我們不需要顯示的 把它隱藏起來 或甚至把它刪掉 OK請各位 先試試看 想想看這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那這裡 幾乎就是不用寫程式的方式 我給他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就是 本月的起始日 因為他選了一個年 跟一個月 然後呢 第1天 那這個地方我必須把它加在這邊 不過我看過有人 在做那個 本月起始日的時候 應該是2016 斜線4月 斜線1號 就我從 我看過有人是 把它當自串處理 什麼要自串呢 他就等於 這個 然後呢中間要串一個斜線 他就 AND斜線 AND4月 AND1號 打勾 也會出現 那個2016斜線4月 斜線1 可是 問題是什麼 那個不是文字 那個是文字 他不是日期 所以將來你在計算的時候 一定會產生錯誤 所以剛剛那個方法 千萬要注意不要這樣做 要怎麼做呢 插入函數裡面 找一下日期 及時間函數裡面的 第幾個呢 第1個 這個好像有講過 按 Date 年 這個 月 這個 日的話 輸入1就可以了 因為 只要 年跟月 幫我選完之後 那我就加1 我就知道那個月的第一天 那因為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它裡面記錄在 ECL裡面 一定是個數字 我講過這個數字的話 是跟1900的1月1號相差 相差幾天 我可以按確定 所以裡面基本上 記錄的是一個數字 那因為經過我們的格式 所以這邊一定是 除了格式裡面 一定有日期 的格式 格式之後的話呢 就看到這樣的日期 好 那 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一天 第一天了 那我希望知道幾個訊息 第1個就是 那我1號應該放在哪個位置 我們先處理第1天的位置好了 那怎麼知道第1天位在哪裡呢 插入函數裡面 用哪一個呢 用那個 最下面的 week day 有沒有 那用week day按確定 那我怎麼知道說 他應該放在哪個位置呢 按確定 6 放在哪個位置 6應該禮拜幾呢 其實我講過嘛 因為你要用那個 美國那邊 他們對那個 日期的 順序 他一定是 剛好禮拜天是第1天嘛 6的話呢 剛好就放在哪裡了 5禮拜5的位置 所以 等一下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要把 1 這一天有沒有 搬到 這個位置 OK 喔 那6 那你想說呢 他搬了幾個位 他移動了多少 其實他移動了6 他原來有1 有沒有 所以你必須把原來的 把它加回來 所以應該 6 減 一個位置 所以基本上移了12345 移動到這邊 所以移動5個位置 移動放在1的話就放在這邊 12 3 意思對不對 那第2個問題 就是說呢 這個月到底有幾天 這個月有幾天的話 我怎麼知道這月幾天呢 大概4月份 每個月 那 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可以從什麼 5月1號 減一天 5月1號減一天嘛 那我就知道4月30 那30 我就拿 我就只要取得 30 那取得30的話呢 我可以用YMD裡面的 Date函數 就可以取得那個30 所以我需要知道那個 本月結束日 我可以 先利用那個什麼呢 哎下個月的第一天 那我相差一個月 我可以用什麼 用E-day函數比較快吧 這個還有印象 E-day函數 然後呢 他跟 相差幾個月 相差一個月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就5月1號 再把5月1號 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等於 等於 5月1號這一天 再減一天 減一天之後的話 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是4月30 不過呢 我不是要4月30 但是我是要30 這個數字 所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減下來 插入一個函數 用什麼 用Date 因為YMD 我要D 所以Date OK按確定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貼上 按確定 回來的話呢 如果不是一個數字 請你把它格式化 成為一個通用格式 按確定 這個時候回來的話呢 就是30 那我就知道說 將來跑到這邊的話呢 跑到30以後 就不要顯示出來 OK 那我們就 有我們要的答案 所以 這個第1個 應該是放在 從這個位置 移到禮拜五 幫我放過來 其實它就移動5個位置 第2個的話 一直跑到30 30以後的東西 不要顯示出來 那我該怎麼做呢 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必須在 這邊動一點手腳 怎麼動手腳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Color 減掉多少 減掉 這個 這個數字 再把它原來有的位置 它本來在第1個位置 加1 加回來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會怎麼樣呢 向右 這個 忘了鎖 這個位置是固定的 F4 把這個F4 這個L L4記得把它鎖起來 向右 向下 OK 好 第1個問題解決了 有沒有發現 我們知道第1天的位置之後的話 把這一天的位置 放在這邊 把它扣掉了對不對 因為它原來有1的位置 所以把它加回來 所以是 L4 再加1 1的位置就到了 1到 30 OK 那可是問題第2個問題 但是好像有蠻多東西不需要的 小於 1的不要出現 所以這個不要出現 大於 30的不要出現 那這個地方不就是一個邏輯了嗎 前面好像有講過對不對 if 所以這邊要做一個邏輯辦法 如果什麼呢 兩個可能性 而且呢 這兩個可能性 會不會從 同時出現呢 小於1 大於30 應該不會吧 所以這裡的話會用偶爾 或嘛 那如果其中一個狀況發生的話 我們就不輸出公式 而是輸出什麼 空字串 沒有東西 那不就向右 向下 該出現的出現了 不該出現的就不會出現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OK 所以這邊的話 最後我們把這個這樣做 把這邊 解下來 做什麼呢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我們這邊是一個綜合性的練習 幾乎全部都用到了 日期跟邏輯 貼上我們的公式 那可是會有兩個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加一個偶爾 偶爾 或 刮糊 這個貼上之後的話呢 如果它怎麼樣呢 小於 1 逗點 再貼一次 第二個貼上 或者是大於什麼 大於多少 大於 這個這個數字 大於L3 記得把它鎖起來 F4 後刮糊架一下 應該懂那個意思 不過這一串 你會發現 我是貼 貼一次 加一個 那個 他的比較 再貼一次 再大於L3 OK 記得鎖起來 好了之後的話 如果呢 這兩個情況 其中一個發生的話呢 為True 那就是 不要輸出任何東西 反之的話呢 再貼一次 所以會貼三次 OK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以後再邏輯判斷了 反正你不管什麼 反正就貼就對了 OK 按確定 試一下 基本上應該 這樣子出現 是不是邏輯上有問題 我看看 這個東西 應該是 跟正義 應該是小於 方向錯了 小於1 或者是大於 看一下是不是方向的 大於 按確定 好 剛剛邏輯錯了 好 那你會發現 剛剛負4 應該就不會出現了 負的 或者是小1的 不出現了 大於L3的會出現了 放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只會留下 1到30 那這個時候你想說 老師 那如果我現在把它換下個月份 會不會改變了 按下去 5月1號 你會發現 5月1號 五一勞動節 是不是在 禮拜天 剛好禮拜天 所以完全是match的 OK 那五一勞動節有沒有放假呢 放假 好 等於是如果你點選 反正哪個月 你會發現 因為我這邊改變了 所以 這邊也會跟著改變 他也會自動幫我算出 他應該是禮拜幾 因為我是對照他 所以這個底下 也會跟著連鎖反應 那這樣的話 萬聯力就做出來了 OK 好 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應該了解那個邏輯吧 這個範例呢 主要是 跟那個 檢視與差 Column跟Raw 然後再 再配合那個日期 也是前面我們講過了 反正是一個綜合性的練習 檢視與參照 然後再配合那個 日期 與時間函數 然後再配合那個 邏輯函數 OK 這樣的話呢 這個範例 是等於多元 把前面東西 再做個複習 然後快速的呢 可以把它做出一個結果出來 OK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做一個萬聯 當然你可以 將來如果 要做一個排層的話 中間可以空一列 空一列 空一列 然後也許你可以自行再加上一些東西上去 當然 這個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去 針對你實際上的需求去做一個調整 好